有一些的家庭 爸爸媽媽真的是忙得要賺錢 比較沒有時間看小孩子 就把小孩子交給了阿公阿嬤或者是爺爺奶奶 那麼隔代教養呢 今天在這個家庭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現象是 彰化有一個國小四年級的妹妹 她從小跟著這個阿公阿嬤來帶她長大 但是阿公阿嬤沒辦法理 小朋友要做功課啊 有問題怎麼辦呢 那阿公阿嬤因為是家裡有這個是開神壇 結果呢就請孫女拜拜 拔杯來問神明 現在警察知道了呢 主動就想說 妹妹以後功課有問題的話 來問問啊 我們警察伯伯來幫你教 不要再去問神明了 就讀小學四年級的女童雙手合十 虔誠的向神明拜拜 嘴巴念念有詞 要向神明請教的 竟然是功課上的問題 你功課不會的時候都怎麼辦 有時候阿嬤阿嬤也不會 就去問神明 保佑我會讀書 不只功課有問題要問神明 女童回家寫作業也是在這張神明桌上 阿公阿嬤在一旁陪著遇到功課有問題 還是只能拜拜問神 不是給我問神我就不願意啊 我跟我的娘就不要嚇你 我如果有肚子可以打 他就要問這錢 功課不會怎麼會問神呢 阿嬤其實也很無奈 老人家說他們不是字 看不懂課本 也沒錢讓孫女去補習 所以孫女回家功課有問題 只好叫她去問神 來問我 我告訴你 讓他回家 讓他生有 讓他安靜就真的有了 女童合掌拜拜 阿嬤則是指角希望神明讓孫女更聰明 寫功課得靠神幫助 讓左右鄰居難以置信 消息傳到警察局 原警都不捨得主動伸出援手 原警不僅送來故事書 還常常來關心陪伴做功課 女童終於不用再求神問答案了 中文新聞陳夢會張話 採訪報導